121 上海證券報A股反彈營建倉樑機戶聯網加板塊投資價值凸顯 2015年7月15日新聞市場03近4週的劇烈匯調後A股於近日迎來反彈 7月9日 上證中指大漲5.76%收復3,700點 創業板更是全線漲停 中銀基金認為 本輪暴跌讓大批個股估值回歸合理空間 新一輪投資機會正在醞釀 日前國務院就積極推進互聯網加相關產業發布指導意見 今年以來獨領封蘇的互聯網加板塊投資價值依然凸顯 經過巨複匯條以形來建倉樑機 據悉 中銀基金於近日開始發行中銀互聯網加股票營基金 多方出擊A股震後反彈去年四季度以來 A股一路高歌猛進 牛不停提 但供上5,100點後遭遇巨複回調 上證中指在不到四週內下跌超30% 有成創之稱的創業板指數更是跌去近40% 股市此前的快速上漲已積累了一定回調空間 但調整幅度之大 速度之快 大大超出了預期 市場普遍認為 本輪大賬中 配置的入場推波座欄 高槓槓之下風牛狂奔 但高槓槓也放大了回調幅度 去槓槓導致場外配資或場內融資被動撤離 導致股市回調過猛 分析認為 這是首此槓槓效應中的牛市回調 投資者防不勝防 去槓槓的連鎖反應造成恐慌性殺跌 在中國證券資本市場發展歷程中實屬罕見 空頭瘋狂打擊之下 許多投資者的信心開始動搖 面對巨震 政府 監管部門和機構投資者攜手出擊 包括中銀基金在內的多家基金公司表示 將融資有資金投資旗下偏股型基金 再降息降準 暫停 等多重利好之下 A股應聲反彈 7月9日 各大指數均大幅上揚 上證中指漲5.76% 收於3709.33 深城指漲4.25% 中小板指漲3.37% 創業板漲3.03% 更是仍來全線漲停的期觀 7月10日與7月13日 股指持續上揚 短短三個交易日內 上證中指反彈13.21% 儘管後市或仍有震盪 但投資者有理由相信 牛市仍將繼續 前方風景更好 互聯網加板塊仍建倉樑基政府 監管部門 機構投資者與上市公司敏銅酒幣 打響了者場證券資本市場保衛戰 其反應之迅速 協調力度之大 協作範圍之廣堪清前所未見 中銀基金認為 本輪暴跌以讓市場風險得到相當程度的釋放 大批個股估值回歸合理區間 中銀互聯網加股票基金此時發行 有望把握互聯網加這一高含金量板塊的珍貴投資機遇 經過此輪深度調整 部分新興成長行業的龍頭企業 前期過高的估值基本得到消化 在經濟結構調整加速的背景下具備極大的投資價值 日前 國務院印發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加行動的指導意見 提出要充分發揮我國互聯網的規模優勢和應用優勢 大力拓展互聯網與經濟社會各領域融合的廣度和深度 互聯網加以成為引領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之一 也是 股市場中長期的投資主線之一 本輪歷史性大跌之後 互聯網加相關板塊依然是今年以來 A 股市場的最大贏家 WINC數據統計 截至7月14日 互聯網金融指數年初至今漲142.08% 智能汽車指數漲139.29% 網絡安全指數漲136.02% 智能電視指數漲127.11% 智慧醫療指數漲116.2% 據悉 中銀基金正在發行的中銀互聯網加股票基金將 將掘金互聯網加主題相關行業 主要包括兩大範疇 直接參與並受益於互聯網產業發展 或將電子信息技術與互聯網相結合 並延伸出新業務新模式的上市公司 依托互聯網 運計算 大數據 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手段 融合互聯網思維對企業進行變更和轉型 進行商業模式創新 傳統產業升級的優質上市公司 而相關板塊個股估值已從高位回落 建倉樑機已到來 震盪始終選擇長跑見將連日飄紅正讓股市逐漸恢復元氣 但分析認為 後市依然難免震盪 面對可能發生的震盪行程 投資者更應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和收益如期 選擇一款長跑型產品 肆肉要燒三日滿 變財需待七年期 基金短期業績很容易受市場波動和熱點主題影響 有一定的運氣成分 只有經過時間考驗 長期超越同業業績 自由穿越牛熊市的基金 蔡市大浪淘沙留下的真金 投資者可以挑選相對較長市段內業績優異穩健 較小波動的產品 五年 十年期的業績排名 其含金量要遠高於半年 一年期的排名 以中銀中國和中銀收益為例 即使投資者在歷史頂點2007年10月16日6124點買入 經歷牛熊更替和本輪歷史性大跌 持有至2015年7月13日 也能獲得105.63%和78.75%的收益 可謂不挑買點 只要長期持有 就能笑傲牛熊 中銀基金表示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勢不會因為股票市場的波動而發生根本性改變 改革牛的邏輯基礎仍在 資本市場持續改革開放的進程沒有改變 宏觀經濟企穩向好的勢頭 市場流動性總體充裕的基本面和居民大內資產配置的格局也都沒有改變 經濟身上看下 資本市場中將分享改革的巨大紅利 CIS CIS